大家好,今天是9月12日,星期四,抗爭的第58日,欢迎大家收看 反对86街,25大队,建右闻所 抗争是争取社区安全,如果起得成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那就无谓多说,大家都知道,如果起得成的话,会变成怎样 9月11日,有人去了第43选区的市议员办公室求助 这位市议员的名字,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庄文怡 你们就好,一对,甚至乎可能是一家 有人三十几岁女儿,没有老公,又没有男朋友 妈妈的狐狸,见状就介绍了个男孩,给这位单身的女孩认识 那熟人介绍了,放心很多的嘛 那首先和这个男孩就用微信联系啦 就这样就认识了一个男孩呢 他是透过投资来到美国的,目前就在加州定居 他本来就有个老婆的,但因为死车喔 家中母女,应该是说家中母亲和女儿呢,都在中国 说下就当然不是说我啦,大家在读新闻啦,没误会 透过微信联系,觉得这个男的呢,就挺真诚啦 对他的遭遇都非常之同情 随后,他就开始按对方的要求 从微信呢,又转加别的软件聊天啦 What's up? 从今年四月份开始认识 两个人在网络交流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男孩就告诉他,应该是说骗子 因为两人可以通过投资加密货币赚钱 听到这里,大家都肯定是骗子啦,是吧? 接着呢,这位骗子就开始欺骗那位女子落答啦 应该是说投资呀 这位女子,《星岛日报》就没说她多少岁的 我在地道知道她三十几岁 那这个都不是重点 她自己都不愿意透露性命 那其实她是什么都不... 她是什么人,或者是谁 这个不是重点啦 是怎样受骗的过程 大家知道了之后 我们要学会了怎样避免呢? 根据这位受骗的华女说 对方分了几次 派人去那女子家附近领取投资所用的现金 每次来拿钱都是说中文不同的唐人男子来 虽然第一次付钱的时候 她其实都是怀疑的 这个投资是不是真实 这件有点怀疑的 但她仍然都是继续投资 她第一次投资看到软件里面的钱 的确是该男子所说的 有所增加后 她就在大约一个半月的时间 先后给了对方十几万 那可能如果是 即是有男子在网络自己接近你 叫你投资 你会提防心就高些 又怀疑都不会拿那么多钱出来 她这个案子就是因为她认识 她和她妈都认识的人介绍 那短故都应该不会挂 那可能 要不然为什么有这么多影片呢 因为现在如果上网那些杀资盘 就太多了 大家会更加小心 不过这件案子 就算是人家介绍也好 即是你自己在网络认识也好 都是那句 不可能给自己去信一个人 即是信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 尤其是把钱交给没有见过面的人 这个是怎么都不应该做 那会安全很多 这个骗局的手法呢 那片子呢 就叫这个女仔呢 在自己手机下载一个软件 那就开始在那个软件上投资 那你在那个投资呢 你会看到 是怎么赚钱 怎么赚钱的 但其实呢 那个软件呢 那些数据呢 只是这个女仔自己才看到的 那一般正常来说呢 你投资了些钱 还是你没理由一直都放的 如果你看到一直是这样赚的 你当然是想拿一些本钱出来 那这个女仔就是 想拿出来的时候 才发现呢 是根本没有这个操作 即是说呢 她的钱只可以扔上去 根本就没可能 拿出来 而那位男骗子呢 当然是安慰着她 压压着她 叫她内心等候 直到 这位女仔呢 跟那个男仔 再联系不到 她就很肯定自己 真是受骗了 按照我估计呢 不见了十几万 肉赤的钱之宜呢 那我想她的体会 应该都是 经历了失恋的感觉吧 Anyway 不知道有没有呢 就是我估计呢 总之 这位女士呢 她发生这件事呢 她一开始就 逃避呢 因为实在太难过了 那她是没有在案发之后 立即报案的 不过她是妈妈 和很多亲戚朋友 都鼓励她 坚持她 鼓励她坚持报案 结果受害者说 她去到警局报案时呢 却被警方告知 因为那些钱 是她主动给人家的 所以警方不会受理此案 唉 但是她仍然希望警方 可以 就是立此案 以免更多人的受害 得知了受害华女的 遭遇之后呢 莊万尔议员呢 就深表同情 那这件事呢 现在有语言 就去协助 起码 找 找 找 当地的警局 62分局 如果我没记错 如果那个狐狸呢 好像是做到五月份 就 回了中国 那时候 事后这件事发生之后呢 受害者他们呢 当然是有去找狐狸公司 但都想到了 狐狸公司 哪里管到 你们私下 就是她介绍 男生给你 发生什么事 而且呢 可能是 或许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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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